那所以一元二字方程式上面其实都要讲 我们重点并不是说在数学上面 而是在程式 如何把那个逻辑把它改写成 Python对应的程式 就是这个叙述 那如果说我今天写完之后 当然目前是没有方选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改成有方选的写法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 题目当然要求我们怎么样 一定要有个什么 Compute的一个函式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第一步 其实你也可以标准化 一请你把它写在哪里呢 特别之后因为这边有Import 请你写在第二行 应该在Import的下方 打一个DF 空一格 一样是Compute 刮弧 然后呢我们会传三个东西 叫ABC 或者你也可以叫XYD 都没关系 我们在偷懒一下ABC ABC OK然后Enter一下 第一个我们就建一个方选了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做计算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的组程式 只负责两件事 一件事输入资料 一件事是print结果 OK 可是问题来了 那计算在哪边计算 特别重要 计算就是在方选里面做计算 所以你需要怎么做呢 请你把ABC 到print之前的这些程式 就是ABC 这三个变数 跟print中间的程式 把它拖拉到这个DF的下方 按个Tab OK 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它分加了 刚刚呢 ABC是输入嘛 print是输出 中间这一段就是做一些计算 做逻辑的判断 那我们只是把中间这一段抽离 放在函数里面 因为我们要改那个ABC的那个名称 主要因为要改的话 哇那改很多 太麻烦 算了不改 OK 用原来的名称 那只是说最后有个return 然后呢print的部分就要呼叫它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我要怎么return 其实最简单的话 因为这边不是有S 对不对 S S 所以其实最后的话 你可以在哪里 这边enter 然后倒到前面去 这里的话呢 我们直接输入一下return return什么 returnS就好了 有没有 因为我上面已经有复局了 所以这边都叫 都把它丢给S 这边也丢给S 那最后这一行的话 记得哦 是在哪一阶哦 在Ls同一阶的地方 returnS哦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是把这个输出的字串 帮我丢回来 那将来的话 我要怎么去呼叫它 呼叫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什么 把这个compute ABC哦 这一个方选名称 直接就怎么样 把它复制贴到这里就好了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compute 我呼叫它的时候 顺便把ABC 三个变数 把它丢到这上面 变成ABC三个参数 然后计算完之后呢 把这个结果return给我 它就会把结果return到这边来了 那我就再把它print出去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说那个每个步骤 你可能要稍微熟悉它 所以将来如果考试 你就这样做 就拿分数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那这样结果OK哦 试一下 比如说刚刚题目要什么 反正就再把那个刚刚题目要的 再输入一遍 如果结果呢 符合它要的结果 那表现应该就OK了 所以 假设我今天再执行它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输入什么 2Enter -3Enter 1Enter 得到底下两个 这个十根的话 那就第一个部分就对了 第二的话呢 就是输入什么 输入9Enter 9Enter 8Enter 没有十根 那表示OK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要把程式改写成function 基本上并不复杂 我只要改哪里 1上面改DF Compute ABC 2的话呢 把中间计算这一段 搬到上面 按个TAB 然后并且把这个底下加一个Return 特别需要常常有同学忘的 就这一个 这一行 Return 那呼叫的话呢 就是print Compute ABC 其实就是这个啦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呢 直接复制拿到这边来就好了 OK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请各位试着 把刚刚的这个没有function的这个程式 再改写成有function的写法 OK 那当然之于将来什么地方会用到function 那如果你程式并不是那么复杂 或一个人撰写的话 那说真的没有必要 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写的反而更复杂 那什么时候 可能也许你跟别人共用程式的时候 那当然你就有必要 你把它写成function 因为别人要呼叫 你直接可以return东西给他 return答案给他 或者是说有些部分程式是 大部分程式都一样 少部分不一样的话 你可以传递参数 那也可以让程式更精简 OK 那才有必要 不然没事的话 就真的 没有人一定把它改 像以这一题来看 改了不见得程式会简单 把它更复杂 那只是说因为考试它就是要考你 会不会做这件事情 OK 好 试一下 那我们这个重点不是在数学 不要搞错那个重点 我们重点应该是 Python程式 OK 老师请问一下 那个S啊 可以同时接收是数字跟字串吗 还是一定要把它string吗 因为将来print一定是print出字串嘛 如果说以这一题来看 还是干脆把它当文字会比较简单 比较也比较好处理吧 如果我没有把它转换成是脆的话 可以也可以印出来 可是变成说 你变成你return回去的东西 有可能是return那个什么 return的是文字 也有可能return成那个数字 那变成说你将来print的时候 你就很难处理啦 你变成你要判断 那到底return过来的是文字还是 尽量啦 有的时候这样写 就是尽量不要发生bug的写法 但是那样子不介意这样的数字 对 如果程式有可能会出错的话 所以输出的type就不一样 对 就会可能会是一个造成bug的点啦 所以这也可以斟酌 如果你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变成共同的形态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有时候思考 我的思考点就是尽量让这个程式不要bug 是相对是比较好的写法 在程式越精简越好理解的情况下 又不容易出错 那就是好的写法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揣摩 你这个是蛮好的 就尽量去思考 如果我换个方式写会不会更好 也说不定有时候我自己 因为我有时候自己想我也不见得一定是 有的时候还是偶尔会有一些盲点 所以可以想想看有没有更好的写法 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再告诉我一下 OK 像那个我YouTube上面 真的还有 除了我们上课的其他人有在看 有在看他也会在下面留言 还会跟我讨论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毕竟 这个什么 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不是诸葛亮 诸葛亮 OK 意思就是说 真的一个人再怎么添财 也没有办法说 每个地方都思考得很 OK 可以试试看 但是这个当然也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 你们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再可以把它改写 都没有关系 那待会的话 除了这一题之外 508的部分 其实也有点难度 所以如果这一题做完的话 也许可以再把508看一下 508其实应该大家都会 这个可能更加 国小的 什么呢 两个正整数的最大公因数 最大公因数应该都会吧 就是能够同时 是被这两个正整数整除的最大的整数是哪个 正整数是哪一个 那怎么算 所以你可能要想一下 什么叫最大公因数 不过也不要再掉入数学 我们这不是考数学 我们这不是考数学 我们这是考程式 最后发现好像 怎么感觉好像就是要先了解数学 才会办法写出程式来 OK 那考试的电脑可以上网 可以上网 但是 当然不能连线到那个 理论上是不肯 不是 我是想说如果遇到这种问题 我可能查一下 有啊 之前我今天考了之后 也有遇过那个 有人举手说 老师可不可以上网Google一下 我就笑了一下 说同学现在在考试 所以意思是跟你讲说 我印象中他好像有锁起来 他好像不给你连 对对对 所以可能还是要自己先了解 因为其实他这些题目 已经预先让你知道了 他只是说从这边里面 是抽一些题目来考 不是说他题目是都没有公开 他已经公开了 意思是说你要先自己先 把这些练手 然后再来考试 OK 好